再來的話,我們今天是第六次上課 第五次上課大概重點回覆一下 第一個就是猜數字遊戲 我們前面猜數字應該還記得啦 就是猜1到20號 當然這個題目範圍你可以自己去變動一下 我是建議回去可以把這個題目稍微做一個變化 然後你也可以嘗試 最好的方式是自己就開一個新的模組 完全是空白的 那情況下你也可以把我上課講的這個邏輯 你可以把它寫出來 那當然表示說你是真的學會的啦 OK 那如果你打開像一個新的專案的話 如果你像打開一個新的專案之後 這個上面註解可以把它刪掉 這個可以不需要 那自己就開始打了 如果你有辦法把上個禮拜的那個猜數遊戲 很快的把它寫出來的話 那我想以後你要寫其他的 當然也會更加的順手啦 OK 那當然也是這種訓練啦 還有啊 將來的證照考試也是一樣 它只會給你一個題本 那個題本的話 就是像我們那個雲端上面放的那個題本一樣 沒有答案喔 OK 而且將來喔 不要問說能不能連上網路 一定是不行的 OK 就是都不能參考就對了 然後呢 它會給你檔案 類似像這樣一個空白檔案 然後你就把程式打上去 然後存檔上傳到它雲端的那個評分系統 那如果對的它馬上就亮綠燈 你表示有分了 OK 那你就可以再做下一題 那總共五類的話呢 就總共有五題 OK 那你就把這五題做完的話 那基本上喔 你就算是一百分通過啦 那當然不是說你一定一百分才能拿到證照 其實你拿七十分就可以啦 也就是說呢 你五題裡面有一題不會做喔 其實是被允許的 OK 也就不是說你每一題都要 所以通常是這樣啦 如果你其中有一題不會做有沒有 你先跳過沒關係 你如果跳過之後的話 你先做會的嘛 做大概五題 做會四題你就有證照了嘛 那等到如果你全部做完之後喔 你發現你還想要把最後一題也做完的話 沒關係你再回頭 那不一定一定按照順序做喔 OK 你反正先把你有把握的先做完嘛 OK 這大概考試的技巧 那你就可以很順利拿到證照 優先 那如果你想說 老師我四題就夠了 我只要證照 那沒關係 你最後一題不做也沒關係 一樣可以拿 而且 它頂多是說你將來的那個報名系統裡面 會有登入你的成績 但是它證照上面不會秀你的成績 也就是如果你一百分 跟你拿七十分 最後都是一張證照 並沒有什麼差別 OK 當然不過只是說啦 個人的那個怎麼樣 如果你希望追求完美的話 比如你是一種完美主義者 一定要美你 那當然你一定 就可以把這題目給全部做完 大概是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呢 上個禮拜還有什麼 猜數有 還有我們有練習一個 MANCE CAI 那個這個MANCE CAI有點像是那個 中翻音音翻中的一個練習題啦 比如說我今天 我秀一個英文的月份 那請你告訴我那個月份是到底是 是哪個月份 那你要回答 或者甚至這個可以衍生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改成像是類似什麼 測驗什麼 那個英文翻中文 或者中文翻英文的一個對比 有一個測驗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類似的邏輯把它改寫一下吧 裡面還可以延伸啦 比如說猜對的提數 比如說最後的成績 還有呢 它的使用的時間 因為時間的話呢 在Python裡面有一個模組就是time 一個time 就是可以計算你的那個花費的時間 那你可以從開始先開始計時 那當它結束的時候 把這個時間給記錄下來 OK 算它的時間 或者說如果超過多少時間 那就這個考試結束啦 其實也可以利用Python 去寫一個類似的那個測驗系統 是絕對沒問題 只是說你可能還是要加一點東西進去就對了 OK 所以延伸的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就是自己再去做個變化啦 理論上 每一題都可以做變化題 只是說呢 可能需要再花一點時間 因為 如果時間拉長啦 或者在學校上課的話 我通常就是先講一題 然後呢就給一個作業 你就自己再把它變化一下 那就將來就交作業就對了 只是因為我們這邊的時數比較短 可能這樣要求的話 這個同學可能沒有 而且大家上班下班之後 再來的話可能沒有那麼多充裕的時間 不過理論上這個可能還是 如果你真的是希望把這個學好的話 還是要自我要求一下 回去的話 除了會做之外還要再變化一下 另外的話還有另外一題就是猜拳 不是猜拳 猜拳 剪刀、石頭、布 OK 然後你跟電腦去猜 到底誰贏還是誰輸 有沒有 那我只是用個很簡單的邏輯啦 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剪刀、石頭、布我用123去代替 那4的話是離開 輸入123、4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要怎麼樣知道說 我輸入的跟電腦 電腦出體用random random range的話就是從123就對了 OK 然後兩個比較一下 看誰輸誰贏 當然這邊我們只有猜一次而已 OK 猜一次 如果說你將來能夠大家猜個10次 然後看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的話 其實也可以做個變化 另外當然因為目前這個 Python是一個陽春的程式 沒有圖 所以以後如果你想要把它變成像圖 你就可以再加一個 interface 就是這個UI 有沒有 那UI當然你也可以加很多UI 不過UI又要另外再寫了 要上面可以再加個圖有沒有 你如果拆剪刀、石頭、布 甚至有動畫 這些都可以慢慢加上來 只是說那個部分的話 又會讓程式變得更複雜 所以也許以後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再延伸出去 你可以把它延伸到哪裡 可以延伸到這個電腦上面的視窗 或者是一般像網頁有沒有 網頁也可以啊 比如讓人家在網頁上面 去玩遊戲或者做互動等等的 或者還可以延伸到手機的app 直接在手機上面 那背後的程式是一樣的 只是說你那個前端的畫面 可能要用其他的方式呈現啦 當然還需要美工嘛有沒有 畫個圖啦等等 諸如此類 不過這個部分就是要再用別的技術 再去加上去的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 我覺得我們現在不要把那個程式把它弄那麼混亂 不然的話之後這個可能你反而你會增加太多的負擔 最後反而會是個問題啦 所以我們分開來也可以分開來講 假設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不妨再去往另外一個方面 因為這個技術的層面其實相當的廣泛 要學的東西其實還蠻多的 有沒有網頁又是另外一個領域 然後手機的APP又是另外一個領域 所以你要再把它串在一起 可能還是要再學一些別的東西 OK 不過可能看你們將來應用的層面 因為每個人用的方向都不一樣 那你可以自己再去往你有興趣的方向 或者你工作用到的方向去努力 那上個禮拜我們主要是講到102 OK 102的話基本上就請各位 雲端上面我是把它放在 雲端資料夾裡面有一個叫Python3的證照考試 所以之後的部分就不是在雲端白版 OK 請各位就是在Python3的證照考試 找到的那個是第一類 試題第一類 那答案的話我這邊有個解答 1到5類 OK你就把這個試題打開來 那上個禮拜的題目部分的話 就是這邊有它基本上有固定的架構 一定都會有1.題目說明 2.設計說明 3.輸入輸出 OK 每一題都長一樣 那一般的話呢 我的習慣 我是建議 我的習慣會是先看3 跳著看 然後再看1.2 為什麼 因為3的話比較明確 基本上我大概 因為可能我之前已經都大概熟悉了 它這些說明了 所以我之後會先用3 那3的話好處就是比較具體 因為3的話就會輸入 輸入就是input 要放什麼 然後下面的話有個輸出 輸出就output是什麼 就print什麼東西 所以以後的話呢 像上個禮拜它要 假設我輸入四個數字 那而且呢 都是有小數點的 輸入完之後的話呢 把這四個輸入 輸出的話呢 會需要輸出 總共有四行 但這個四行的話呢 基本上 以最大差別這個地方 就是對齊方式 上面這兩個是靠右對齊 OK 靠右對齊 然後呢這個的話呢 就會靠左對齊 上面跟下面只有差異在這裡 那上面的部分呢 你會放1234 其實就是這個1234 有沒有 input 所以特別是input的時候呢 那你必須要用 四個變數來接 那我上禮拜講過了 就是n1到4 名稱可以改沒關係 但是你記得 input的話呢 一定是字串文字 那所以你要轉型 那我又教一個 你可以用什麼 因為擔心說可能是整數 也有可能是浮點 就是小數點 所以我們又多一個叫EVAL EVAL的函數 然後呢把它轉換之後的話呢 它就可以根據 如果你是有小數點 它就保留小數點 如果你是整數位 它就整數位 它不會說 如果你用float的話 變成說你是整數 它要多點00的 這個把它也當浮點來看 然後呢 輸入之後的話呢 那我要把它print出來 print的話呢 要長的 就像我們現在的格式 那它有個規則 前面一定是 這個縱向符號 有沒有一個這樣的縱向符號 然後呢 每輸出的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就是七個字 如果不足的話 就是要把它空白 空下來就對了 然後呢 每一個單位跟單位中間 會有一個空白 然後呢 再下一個就七個字 那上面的話呢 每一個都長一樣 都是靠右對齊 那下面的話呢 就是都靠左對齊 所以這裡有個下面的輸出部分 最大的關鍵就是format 有沒有 format的話呢 就是先給什麼 給那個格式 格式部分一定是大瓜虎 這個不好寫 大瓜虎的話呢 然後呢 我們就是什麼 用那個冒號 有沒有 中間可能習慣先加個冒號 然後如果是七個字的話呢 那就七 七點 什麼 點二F OK 那如果說呢 我今天要靠左對齊的話 就多一個什麼 小於的符號 那這樣的話呢 我把它print出來就OK 所以基本上 那個102的題目 基本上答案其實蠻容易 滿好氣的啦 最好是你就是很熟悉嘛 有沒有 先輸入一二三四個 有沒有 就是分別把這四個先接起來 然後呢 再來輸出的話呢 我們就是先有一個前面的符號 後面的符號先打上去 然後呢 大瓜虎的話呢 就是七 冒號先冒號 所以習慣是冒號 大瓜虎冒號 然後七點二F 有沒有 七的話就是總共要七個字 點二F的話就是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中間的話記得加個空白 然後後面一樣 然後format的話 就把N1跟N2把它放過來 有沒有 然後呢 就格式化了 所以其實你如果能做一行之後的話 底下就複製貼貼貼貼 改改改就好了 所以其實像這一題喔 動作快的話 大概可能幾分鐘就把它搞定了 應該 如果打熟的話 直覺的話 大概三分鐘應該可以完成 一個這個程式 OK 好 所以102部分我們就大概先到這邊 回去的話 你等於或者是有時間 回去就是自己開一個空的 然後就開始打 OK 八行 如果你可以很快的 那最好是你把它計時一下 旁邊放個計時器 如果你可以在 及格是要10分鐘 OK 所以如果你 那八行你可以10分鐘內打完 OK 10分鐘太久了 那看 就好能夠5分鐘打完 以內 那表示是OK的 那如果沒辦法 表示你應該還要再訓練一下 因為學程式是這樣 不是說你懂了 因為很多人會懂了 但如果你打不出來 你懂了打不出來 那等於你跟不會是差不多的意思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能夠真的會 就表示你要能夠打得出來 打出來還沒有 打出來還要正確 因為程式最怕就是一個是錯誤都不行 哪怕你99%都對 差那麼一個字 點錯位置了 冒號冒號放錯位置 也不行 OK 所以要非常精確 要會 然後要精確 另外還要動作快 OK 這基本準則吧 如果你沒辦法達到這三個準則的話 我覺得你不要說你會寫程式 很多人說會寫程式 丟一個程式給你 弄半天 結果弄不出來 那不要說你是會寫程式的人 OK 那表示你還不熟練 所以第一個 那待會兒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繼續看一下那個第一類的104的這一題 OK 那所以一樣104部分的話 題目是圓形面積的計算 那當然你 我剛講過了 你可以從那個第三開始 輸入輸入 上面是有一個說明 我們先三開 那它的意思是說輸入有 輸入部分有1跟2嘛 那其實這個輸入很簡單 上一題的話就輸入四個東西 那這一題的話只要輸入一個東西 那一個東西的話是什麼 輸入半徑 OK 那意思是說半徑要把什麼算出來呢 就是要把半徑輸入之後的話 然後呢再去計算什麼 計算周長跟面積 那周長的話呢 當然它輸入三行 第一行就是把它自己再輸出 但是你輸入的時候可能是整數的 但是它輸出的話呢 變成要取到小數點DLA 有點怪怪的 OK 反正它照它的題目來 然後呢 周長的話呢 有個簡單公式嘛 就是2πr嘛 周長就是2乘以π乘以r r就是半徑嘛 OK 然後呢面積的話呢 那就是那個什麼 對 就是 就是那個半徑 就是以前的那個數學的計算公式 你就把它帶進來 OK 那當然問題來了 這邊的話有一個可能位置數就是那個π的部分 那π的話不是叫你去背那個公式3.14一串有沒有 沒有啦 你可以這個地方會需要一個重點 上面有一個提示 就是說呢 你可能要把這個地方 import一個mass 之前我們有 importrandom有沒有 那個random是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裡面它可以有一個方法叫做random range 那在這個mass裡面呢 有一個叫點π的一個屬性 那個屬性裡面呢 就是我們的圓 就是π 就是圓周率部分 OK 那我們就是利用那個π 得到我們的這個π的尺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比較特別的在這裡 那請各位也許先把題目看一下 待會兒我們來看一下 也許就是輸入一個 尺然後輸出三個結果 程式該如何撰寫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所以我特別注意就是說 慢慢之後的話呢 我們理論上 會看這個題目的習慣 我會先從第三開始 輸入輸出 那等到輸入輸出 看完之後 你可以再看一下上面 題目說明 這裡就有個說明 依下列的題意作答 反正就是算那個 圓形的面積跟周長 OK 然後呢 設計說明就是說呢 它要 輸入一個圓的半徑 其實就是這個嘛 所以其實有時候 比較重要的這些 其實就底下下面都有看出來 那比較看不出來就是說 需要 import這個mass 那mass.π 這個有時候它的提示 另外還有一個提示 就是說呢 輸入的話要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所以呢 一樣要用那個 有個函數format 那format一定要點2f OK這個也是固定的 請各位也許先試試看 另外還有跟各位講 這個做的答案 它只要結果符合它的要求 它沒有硬性說 一個要標準的寫法 沒有標準答案 OK 所以像前一題102 假如說我們是用N1N4 如果你不喜歡 你用A1A4也都可以 那個變數名稱 就沒有硬性要求 除非它題目裡面有講到 你一定要用什麼當成變數名稱 不然都沒有關係 像這一題它有硬性規定 就是一定要import mass 所以你就一定要用import mass 如果你沒有import mass 那就錯了 OK 所以它有提到 你就要照著做 如果沒提到 那沒有關係 就是有個彈性在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那個 第104的部分 先稍微了解一下